明述记第27章 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家族 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激烈的孙子、西福的儿子、西罗菲哈的女儿 名叫马拉、诺阿、荷拉、密加、德萨 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 在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众领袖和全体会众面前说 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 他并不是在那聚集攻击依赫华的人之中 不属可拉一党的人 他死在自己的罪中 只是他没有儿子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 就把他的名从他的家族中除掉呢 求你在我们父亲的兄弟中给我们产业 于是摩西就把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对摩西说 西罗菲哈的女儿说得有理 你一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兄弟中给他们产业 要把他们父亲的产业给他们 你也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一个人死时如果没有儿子 就要使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 如果他没有女儿 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兄弟 如果他没有兄弟 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系的兄弟 如果他父亲没有兄弟 你们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家族中最近的亲属 那人就要得他的产业 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 典章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上这亚巴林山去 看看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看了以后 你也必归到你的本族那里去 像你哥哥亚伦归去一样 因为在寻的旷野 会众争闹的时候 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 没有在永水之地 在会众眼前尊我为圣 摩西对耶和华说 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 立一个人治理会众 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 带领他们出入 免得耶和华的会众 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拣选嫩的儿子约书亚 他心里有圣灵 你要按手在他头上 叫他站在以利亚萨祭司 和全体会众面前 当他们的面委派他 你要把你的尊荣给他几分 好叫以色列全体会众都听从他 他要站在以利亚萨祭司面前 以利亚萨要借着乌灵的判断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 他和以色列众人 就是全体会众 都要按着以利亚萨的命令出入 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 吩咐他的去行 他把约书亚领来 叫他站在以利亚萨祭司 和全体会众面前 按手在他头上委派他 是照着耶和华 借摩西吩咐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